2019年啊,罗里在自己的脚踝上安了一个新的电子设备 就是可以在一些假式的囚犯人的那个脚上啊 搞一个那个监控器,就是那个叫电子镣铐 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能够在你每走一步它都有反应 今天呢,它是建了两个议员 有一个啊,已经71岁了,有着浓密的棕色的头发 穿着工档的那个红色的那个T恤 这个人啊,当了40年的老议员了 他呢,说呢,他的选区啊,有一个4岁的女孩叫Grace的 前年呢,被一个男的 在一个限速30的一个区域里呢 居然开车83英里的速度 把这个女孩开车撞死了 而这个肇事者呢,只被判刑9年 所以这个议员呢,建议啊 说设一个新的法律 叫Grace法律 嗯,就是能够让这些 就像以后再犯这种人呢 这种罪的人终身监警 后来又建了一个,呃,是一个打着特种部队俱乐部领带的一个保守党的年轻的上校 他代表的是伦敦南部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区 他的选区啊,也是有一个6岁的选民 叫Tommy的 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毒打 最后呢,导致双腿瘫痪 而父亲呢,只被判了10年 所以他也希望呢,制定一个叫Tommy法 呃,这个新法律 就是凡是对自己的亲生孩子 呃,就是迫害孩子的 也应该判终身监警 这两个人啊,其实都是比罗利更早进入国会的 所以呢,他跟罗利交谈的时候 那说话方式啊,就是典型的那种公对公的那种说法 那罗利呢,也 试着啊,就说我很理解这个受害者啊 痛苦啊,还有您这个在选区里啊 这个给您带来的这个压力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法律啊,一定要区分什么是序域的 什么是非序域的 另外呢,你老是这个说我们要延长这个刑期啊 你,反而我们现在的监狱造成的压力会更大 可是这两个议员啊,根本不想听你的解释 其实罗利在这之前啊,也见过像六个这样的 议员找不过来 都是一些特别悲惨的案例啊 然后他们也是奔走呼吁啊 尤其是要用这个受害者的名字来命名某个法律条文呢 大概都是因为啊,因为选区嘛 他都跟家属啊,选民都做过承诺的 而且呢,也通过这个呢,帮助孩子啊 或者帮助受害者啊 搞过很多的这个集资活动去监管 那么他就要坚持递交请愿书 一直到他们觉得我这条法律能够得偿所愿 落实下来 当然这个年轻的上校议员啊 还算客气跟罗利呢 还拍了一个这个纪念照 哎,咱俩见了啊 那意思我跟选民也有个交代啊 这时候呢,罗利的私人秘书走进来了 小声跟他说 威廉姆斯找你 好像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个国防部长 因为他泄露这个委员会的消息 现在他被辞退了 而大家都觉得呢 罗利一定是这个 后补的这个人 就是他会当选 因为他现在啊 在这个司法界呢 已经是比较有名的了 其实已经工作了快九年了 罗利肯定是很高兴啊 能够进内阁的 尤其在他的努力下啊 现在监狱里边暴力事件 真的是有所减少 所以罗利也觉得 该换一个领域 这个我这个新的这个 可以延续干下去了 那么呢 我去找一个新的领域 担一个新的角色呢 做出更多的贡献来 那一天呢 他就到了唐宁街10号 进了那个黄色的客厅 等啊 等的这个茶杯啊 都凉了 于是呢 又点了杯牛奶 这牛奶还没到啊 他就环顾四周 看着屋子里啊 18世纪的那些家具 想起啊 就在不久之前 就在这个房间里边 有一个那个来的 来自非洲的 加纳的总统 叫纳纳 这个人呢 跑到这儿来啊 居然跟这个 首相说 我能不能够 啊 我跟你这个 欧洲朋友啊 都聊来着 我们 能做点啥 能让你们啊 重归欧盟啊 这跑到这儿来啊 一个非洲小国 这让英国人觉得 挺屈辱的 罗里想啊 如果自己能够成为 这个国防大臣 也就是国防部长啊 他觉得肯定 那是一个太自豪的事 尤其这个国防部长 多重要啊 是吧 比其他机构更重要 尤其这个大家都 比较敬佩这个部队啊 还有这个 尤其是你当了 国防大臣 那就不得了啊 女王 你只要进内阁啊 女王都要给你亲自 见面 受礼 给你认命的 应该说啊 确实罗里当了 六个部长 这是第六个啊 四年里边 咚咚咚换 你就可想而知的 那个整个 他那个 官僚机构 非常不稳定 他其实啊 心里边也明白 这特雷沙美啊 已经奄奄一息了 就是他的这个 那个啊 没戏了 就是给自己认命了 估计也干不了 多长时间 那你想这点短短时间 估计也干不成什么事 所以他呢 就一直在想啊 如果 给我认命了 我得跟他提点什么要求 起码吧 比如说我在国防部要干啊 我能有个好的开端吧 因为他毕竟啊 当过国防委员会的 那个主席 所以他觉得呢 英国啊 不能像别人似的 应该啊 现在开始啊 关注点陆军了 海军太多了 现在根本不需要 而且呢 就是应该 关注欧洲这边 而不是跟美国 那边在太平洋 那边跟咱毛关系也没有啊 罗里本人呢 是不喜欢英国 在航空母舰上浪费钱的 呃 他觉得就得跟人家 美国的陆战队那么学 就是用很少的预算 组成一个比较综合的 呃 规模 有效 又可 随时拿出来 就能去战斗的 一个这样的部队 罗里本人呢 是比较赞成就是 别老英国人跟着美国人跑 就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去部署 另外呢 就是 就是在中东啊 非洲啊 呃 应该 搞一些就是有特长的 就是你能根据这个地区 有一个专长的一个部队去部署去 当然俄罗斯的威胁是 最应该加以重视 半个小时以后啊 一个笑容可掬的助手过来 带他进入了那个内阁的会议厅 特雷沙梅这时候啊 已经坐在那个大会议桌的那一端了 眼睛呢 冲着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当然特雷沙梅啊 没有起身迎接 其实罗里心里啊 是挺钦佩这个女首相的 尤其他在脱欧协议上啊 那么的努力 但是明显看出今天的特雷沙梅 非常非常的疲惫 他就坐在那长桌那一端啊 呃 估计啊 让罗里想这一天 估计换了不知道多少个部长了 忍受过多少多少啊 他曾经信任的人对他的背叛了 呃 其实这时候啊 他的权威已经日渐消失了 呃 各种部长也对他嘲讽啊 当然他换部长的时候 也会得到某些部长的哀求啊 可是现在 能够看出特雷沙梅已经演不下去了 他呢就特别简单的就问了一声 罗里说我呀 想让你担任那个国际发展国务卿 国际大臣 就是不是国际发展援助那个呃 罗里是当的一个副部长嘛 主要负责那个非洲嘛 现在他等于是当政的那个部长了 罗里一下没反过来 又并不是国防大臣 当然他还是觉得呢 这个新职位他挺满意的 赶紧说谢谢你手下 特雷沙梅再次报以微笑 呃 拿到可以改革他一直想改的那个国际发展部 于是他就说 哎能不能手下我求求你啊 就是我现在啊 还用这个现在的这个预算 但是呢我要会把当地就实地工作的那个人数 我增加一倍 就是过去他在非洲不是试验过 很成功吗 另外呢就是对这些人员进行语言培训呢 深化这个专业知识啊 尤其是针对当地的啊 结果特雷沙梅啊特别疲惫的就说 那你写个书面报告吧 我看看 结果这个罗里赶紧又跟他解释 预算不会增加啊 真的 不会给你招来任何的批评 我完全可以用这点预算做出好多事来 呃就跟我在那个非洲战略上不是做那个吗 我把那模式搬到全世界 因为他现在不光只管非洲了嘛 结果呢这特雷沙梅再次的疲惫的说了一句 那好我研究研究 哦我还需要财政部的支持 怎么你不是不增加预算吗 不是不是 就是我不会增加费用 但是你知道啊 我这一增加人 别的部门啊就会眼红 就得各种的要去跟人家解释我这没增加费用 财政部肯定那边啊就嫌麻烦会阻止我的 哦 行吧 赶紧说行行行我周末啊我周末啊我周末把那个文字报告给您送来 整个谈判呃这个谈话过程不到五分钟 呃可是洛莉啊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舒服 就觉得啊这个特雷沙梅找他呀啊 并不是觉得哎呦我把你招来啊 加入我的团队啊一起跟我奋斗啊 就有点像我我就随便颁颁一个奖给你 哎给你一个仁慈你也跟我这儿忠诚对我啊 这么长时间我不给你好像有点不合适 哎呀这个啊就让洛莉觉得有一点点的小思路 因为他觉得这个部长的职位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礼物吧 但是通过这次简短的交流啊 呃他觉得呢我至少把我 我一直心目中想要干的这件事 这计划我告你了 而且呢起码啊这首相呢没反没直接反对 走出唐宁街10号那个大楼那个黑色大门啊 他就被引领到给他配备的部长啊 专门部长就有了一个昂贵的呃电动的捷报车 每天不是这一有这种事 这记者天天都盯在那个唐宁街10号的外边吗 这一帮记者一边拍着照啊 一边就开始大声的问他 呃他们也只是有礼貌的微笑着 然后就上了车了 出了唐宁街啊 他就没有右转奔他那个前边不是正干着司法部那个吗 而是直接左边转就奔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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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职位去了 其实按照罗里的今天的安排 日程安排啊 他要跟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 还有几个什么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一帮专家啊 要会个面谈一谈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虐待儿童啊 有一个他们要制定一个法案 也不是为什么叫十分钟法案 我没听明白啊 反正就是要在这个里面讨论这个准备工作 另外呢他还错过了跟一个监狱开会 因为啊他想说服他们别关这个监狱 因为那帮人说这这关于这监狱啊 再不关我什么都干不了 已经老的不行了 到了他新任的这个啊 其实也是回到他过去那个国际发展援助呢 还是跟上次一样 一帮人啊在台阶上就已经开始守着了 就这个部门就跟那个他去那司法部 人家没一个人搭理他完全不一样啊 呃那个常任秘书长 带着一群人在那等着呢 然后护送他啊 呃到他的这个新的办公室去 这路上走的走廊上啊 有好多人不都认识他了吗 都冲着他微笑说欢迎回来哦 这次啊那肯定就不是以前那个小破办公室了啊 直接穿过大厅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新办公室 这也是三年前啊 罗里极力说服他那个前上司 就是那个胖女人 哎这个人说你搬那儿去 你这部长的老是浪费着啊 因为在那个前任的部长还一直把东西都搁在那轮不走呢 等他洛里一坐下来啊 洛里才发现 呦这脚踝上那电子镣铐还戴着呢 可是他现在也取不下来呀 周围人都不是司法部的 迅速他就开了一个呃 第一次的跟这个底下部下啊 开的第一次会议 这常任部秘书长呢 先给他大概汇报了一下 目前啊 这个部门的状况 这是一个跟以前那个常任部秘书长部一样啊 他是一个高大很冷静的一个外交官 以前在外交部和纽约联合国那儿啊 都干过 而且俩人都认识 罗里呢 就说我呢 现在啊 有两个目标 一个就是按照我那个在非洲那边做的啊 把当地的人数工作人员 就是真正干活的人数增加一倍 另外呢 我要在气候和环境方面啊 支出我要增加一倍 这时候呢 他那个人就说 好 我马上去写这个相关的文字啊 因为不是要报首相呢 完了呢 他又请这个下边 就等于是下面一层的 就是各个主要的那些干事过来见自己 结果啊 这帮人 这就是老公园 这是这这儿啊 都是元老了 呃 坚决反对 就是罗里一跟他说这俩 俩主张啊 那是坚决反对 其实在上次啊 在当副部长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 让罗里花了18个月 跟他们做斗争 就是在非洲这上啊 其实一样的相同的主张 呃 居然真的就是一直在那儿 给你顶着顶着顶着啊 而且还是暗顶 其中有一个人呢 其实在这之前啊 就跟罗里关于这方面啊 呃 在这个网络上啊 还各方面一直就是辩论了 有15年了 于是罗里啊 就关于这个气候这事呢 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 给拿出来了 说你啊 现在咱们不解决这气候变化啊 我们以后啊 十年内 会有十 会有三亿人陷入贫困 你说我们现在不就是 援助贫困吗 我们就应该先以后防止他更多的人贫困呢 结果这个有一个资深的公务员啊 就说 说那我们也不能为了明天的穷人 而牺牲今天的穷人吧 因为你你从 你要这边增加一倍 你肯定有的地方就要减少了 罗里这时候啊 已经有点油了 他当了六个部长吧 所有的精力都告诉他啊 你要想改变英国政府这帮公务员 你就跟他们辩论 你永远赢不了 而且他他他老是跟你那儿 拱啊拱啊的 于是他就知道了 我现在啊 我不是公务员 我是一个政治家 我玩政治的 于是当晚 他就上了一个电视的政治节目 完了跟观众就说 气候灾难 现在就是我们首要面临的问题 我要上来啊 我就要干这个 而且第二天 他又跑到卫报 面对着记者啊 做了相同的声明 就把风先给删出去了 你们跟我辩论没用 我就得先这么做了 我把舆论弄出去了 他这一弄吧 哎 没想到财政部 唐宁街10号都没有出来表示反对 或者说 哎呦 都不是我们要干的啊 因为毕竟啊 我他还在他的内部 分分这个财产 就是资金嘛 没有说多拿出多少钱来 所以呢 在第二天 在国际发展 他们这个部门啊 有一个 那个就开始 他就弄报告啊 他就正式书面 说我要承诺 关于环保这个支出了 他现在啊 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不再争取你们公务员对我支持了 我就直接面对民众 我要求大家给我授权 前任离任之前啊 其实也曾同意过一个要改革他们这一个部门啊 未来三年的一个计划 其实他一看的那个理念 其实跟真罗里真的差不多 俩人都奋斗了20年了 其实理念都差不多 就是英国的这个官僚必须改革 但是呢 他还没来得及部署啊 他就也没来得及跟首相那批准 于是他就把这个计划交给了罗里了 而罗里觉得呢 既然我要实施啊 我一定要 你写的那个 我还得看看 我可能有这地方 我还得重写 而当时呢 这个常任的秘书长立刻就表示反对了 说本周就得往上交了 我哪有时间给你写啊 这你知道写这么一个详细的 你又各种数据啊 什么的那都从来不可能的事 结果罗里跟他说 我去跟首相说 我延期交报告 我们五周内 我肯定给他递上去 还不行吗 结果啊 这个常任秘书长说 呀呀真没必要 我告诉你啊 虽然它是一个正式的文件 我告诉你你地上去 就那么一小部门的一件事 我告诉你上面没人认真读 你还浪费五个星期的时间 你时间浪费的太 时间太宝贵了 其实呢 旁边那个总监啊 也跟他说 这完全不可能 你首先啊 我们这个单位 你做的这些好多啊 你什么什么还环保 这跟我们这个 国际发展这部门 他这个不是有一个责任范围吗 我们是管脱贫的 就是说减轻贫困的 你掺在那里边 这不大可能 对不对 但是罗里其实在这之前 早就研究过了 他知道啊 这个部门 他现在这个部门 已经签了一个叫 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你得为后面发展 你不能光看眼前啊 哎 他觉得 这气候灾难 不就是永续发展这里边的吗 我们搁里边不就完了吗 好吧 我再再讲一期今天 我再看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